嗨,大家好,我是Smallin,很久沒去的,已經被第一次說了。 今天就是一個台港的節目,就是我有一個馬來西亞的朋友叫做祥林。 我已經是十多年了,但是今天我才發現,它是一個很厲害的人,很厲害的人請你介紹你自己。 大家好,是我就是祥林,來自馬來西亞的祥林,今天想要給大家指引指引一下,因為我就是一名智慧斗數術師,已經在2009年開始研究了智慧斗數,想要帶給大家命理方面的知識,而且替大家指引一條出路的。 因為我朋友實在太厲害了,我都不知道,這次我也要來算一下我的智慧斗盤。 智慧斗數。 這個叫做什麼?我真的覺得太厲害了,這個東西,就是很像一種神秘的宇宙力量一樣。 確實,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做是神秘學的一種,所以的話,這樣子還比較讓大家比較容易理解,到底這個智慧斗數是怎麼一回事呢? 那因為我沒有算過智慧斗數,所以我對我的命盤是一點點都不了解的,所以要拜託我這位大師朋友來幫我。 需要你給我你的出生日期,還有出生的時間。 OK,等一下你記得剪掉了吧? 那當然當然。 現在偷偷的跟你講先。 經過了秘密的資訊傳遞,現在我的命盤已經造出來了。 看不懂,好複雜哦。 所以的話,才需要到我作為一名翻譯員,來替你解答這個命盤裡頭帶出來的一些訊息。 小型比較明顯的一個特點。 什麼什麼? OK,首先的話,我從第一個層面來解釋。 我看得到從別人眼裡的小型,這裡沒有主性的一個人。 其實反映出來,別人眼裡的小型其實是一個沒有太有主見的一個人。 好的點,別人看得到小型是一個非常平易近人的一個人。 OK,我們有看到一個貪狼心在,我們的欠移工的一個人。 貪狼心是一個我們叫桃花心來的。 所以就代表說,你的桃花比較如異性到形形色色的異性在。 哦,我異性。 沒有錯! 什麼?你在講你自己是嗎? 你看他被受刺激,我旁邊有干擾。 回避,回避。 趕走了,趕走了。 趕走了。 可是我吸引到很多異性,但是我年輕的時候是有啦。 但是現在我結婚了。 OK,慢慢來。 OK,等一下啊。 這一個是我們說的外在。 外在的意思是講,你自然有這個吸引力在。 這個是我們從第一個層面看。 我再往下看的話,你可以看得到你的夫妻公。 夫妻公就是你的感情位置嘛。 感情位置有一個科,這個字是科學的科。 所以同樣的請述我之前。 這個化科心在你的夫妻公。 化科是代表我們的第三者的意思。 哦,有第三者啦。 簡單點說,可能有一些考驗,讓你們在婚姻的生活裡頭。 比較有一些莫名的人士, 突然走進大家的那個婚姻裡頭。 而考驗著兩個人的,經營這個婚姻的態度。 那我們要特別的注意。 特別的注意。 你那個Youtube標題記得說, Smorely婚姻大危機。 婚姻大危機。 OK。 很好笑一下。 很好笑一下。 記得要寫喔,要寫大危機喔。 我會,我會,我會。 要寫得很聳動。 沒問題,交給我。 下一個重點。 對,我們看了第三個點。 OK,我們的子女宮, 那個部分其實也是我們的桃花位置來的。 又桃花。 對,這裡又有一個化露心和化全心在。 哪裡哪裡,哪裡有化露我沒看到。 紅色那個字喔。 對,一個露一個全字。 對對對,什麼意思。 當我們有露在的時候, 老天讓我們最大的優勢是在那裡的。 第二個的化全, 我們很努力並並要得到的一個意思。 這兩個星在一起的時候, 這個組合, 又是在我們這個桃花位。 所以我從三個層面來看, Smorely都有一個, 豪華運特強的這個點。 蛤? 這個是從這三點來看, 自然還是有不少的人, 欣欣色色的蜜蜂, 就圍繞在你身邊。 所以,這一點的話, 我們同樣我們不能阻止別人要做些什麼事情。 我們做好我們自己就好。 做好我自己。 做好我自己。 強調一下。 除了在幫大家, 各位看他們的命功啊。 紫薇斗數的命盤啊之外, 是不是也有幫大家解決一些心理上的事情。 沒錯, 我的部分其實都是主要在探討的就是, 我們的生命中的機會在哪裡。 我們的風險又在哪裡。 最主要的, 也是通過我們老天給我們最大的一個天賦, 而發揮它, 讓我們走在對的路上。 自然就找到相當容易了。 而這個諮詢, 就通過我們生命中點點的滴滴。 所以你會給每個人他應該要有的一個方向咯。 每個人是不一樣的,對吧? 沒錯。 請給大家介紹我的朋友祥林, 他就是一個很厲害的命盤的人生指引大師。 這什麼意思? 你不是要放字幕嗎? 今天是祥林的工作室。 要怎麼找到他? 請他講啊。 請放畫面。 請他講啊。 請從這裡找到祥林。 搜尋。 人數搜尋, 對對對。 Facebook搜尋。 那是免費的嗎? 當然不是啊。 那是免費的喔。 但是, 請聯繫我們。 也讓我們給你最大的優惠。 真的假的? 我Smallin粉絲有優惠喔? 對對對。 這樣要怎樣? 要怎樣優惠? 所以就是私訊我們。 哪裡寫的? 極限破台語那樣子。 哦, 所以如果有寫極限破台語來的, 就可以有折扣。 多謝祥林。 會不會很辛苦看那個盤? 嗯, 不會不會。 不會辛苦嗎? 我這個會很複雜, 其實人不複雜。 但是確實我們的生命不簡單。 生命不簡單。 對。 我們每個生命都不簡單。